年龄渐长的女人还有必要精致的活着吗? 网友,精致与年龄无关,我158厘米,90斤,就是因为鸽子娇小,皮肤白皙,大巴喜欢年轻时圣化,每次出去都会化个精致的淡妆,所以40岁得我喝到苦, 公出门不是被人家当做老公的小三就是当做老公的女儿,但是,在家我永远是素面朝天,穿背心短裤或睡衣,感觉那样舒服,出门当然要打扮,不出门就怎样建议怎样来,我也是起床去让化个淡妆,拍个水擦个乳液,再稍微涂点BB霜,在家里一般不擦口红,要么就淡淡, 涂上一点让嘴唇看上去没那么苍白就行了,但是出去的时候,必须得把口红发挥到极致,因为我个人觉得口红是一个女人自信的法宝,有了它会让自己每天信心满满的面对任何人或者任何场合, 三十岁,儿子两岁吧,今天出门吃早饭,穿了件路街连衣裙,水,房纱,其余什么都没有,卖爸的两个大妈,大概五十五都六十岁,这牛杂汤是那个小闺女的吗? 就是那个穿裙子的小闺女,每天都化妆涂口红,化妆品一直都是老公买的,现在女儿大了都是女儿买回来的,衣服鞋子都是老公买的很时尚,漂亮的,老公支持看时尚的衣服和化妆,四十岁和十八岁的女儿一起逛街,大家都说不像母女俩,心里充满了自信, 所以我每天不出门也要化妆,你们都那么美吗?我今年三十岁,出门就脱鞋,衣服,都开口子了,买菜就穿着去了,除非有应酬,会打扮打扮,别的时间都这样过的,跟你比,我太懒了吧,做不到啊,马上到四十,二十八岁说得过,体重一直管理在一半左右,不化妆不出门,眉毛睫毛高塞红口红, 头天晚上挑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,运烫好,要带露卫衣字兼短裙短裤,只要自己适合,比心生活要有仪式感,与他人无关,四十二岁,没上班,对穿着要求得体,大方,什么年纪就算适合自己年纪的,不怎么化妆,口红,气垫,体量肤色的东西还是会用的, 平时在家爱看书,文章,乱七八糟什么样的书都看,也爱看电影,朋友都说我上过大学,不还是在家一样大孩子吗? 但是,我感觉不一样的,在外面我不说不认识,都都以为我是上班的,很想有个群,那种都是在家的大思想,也很积极上进的女人的群,大家可以互相交流,现在的家庭主付不全,是只知道,没着老公孩子转了。